大家好,今天我要介绍一下律律,律律帮你找到交换宝的工资,换宝的产品。 比如在使用默默的时候,你不知道哪一个鞋子比较换宝,哪一个鞋子的品牌比较换宝,可用律律的APP就知道了。 基本上它是一个AI帮手,它会把网络上的关于这个品牌的企料,还有ESG的报告,给你一个简单的恢复,让你知道这个品牌是多环保。 后来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,也可以问律律,因为律律,它可以跟你聊聊这个关于环保的议题, 它慢慢理解台湾,台湾的品牌,还有国外的品牌,所以归完堂。 我是建工大学副董事纪系的中学,然后这个APP它是我的论文的一个部分, 我有学大概200页的论文,然后还有自己这个APP,希望你们可以来试试看, 然后跟我评论它,你们觉得它有什么好的还是不好的地方。 所以把你们的,你们的补补,然后还有让我再比比好一点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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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